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中國是少數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國家 反觀美國應對疫情不力 經濟出現衰退 中美經濟似漲比銷 差距繼續縮窄 外界普遍預測 2020年中國GDP的規模 將突破100萬億人民幣大關 經濟總量擴大到美國的大約七成 比2019年增加超過六個百分點 台灣工商時報社論指出 當前正值美國改朝換代 中國GDP加速追趕美國消息 將不免影響拜登新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走向 本來外界預期拜登上台後 將會大幅修正特朗普對華直球對決的手法 但被中國超越的緊迫感 將會提高拜登政府的警戒心 令他繼續沿用特朗普某些對華貿易戰的手段 例如是直接打壓中方特定企業 該文章認為 國際社會現在對中國經濟存有所謂的恐懼症 中歐投資協定剛剛完成談判無奈 就傳出歐盟內部有些國家 不滿德國主導整個過程 揚然要在該國議會審議時加以杯葛 另一方面日本首相菅義偉最近亦公開表示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及進步協定 要求成員國必須具有高水平的市場開放安排 明顯是衝著中國而來 不過該文章亦指出 中國經濟規模日益擴大 可以在國際社會擔當更重要的建設性角色 中國必須把握契機加速產業科技突破 藉此擴大對外技術轉移 同一時間擴大進口 並盡可能給予外資企業國民待遇 讓中國經濟在壯大的同時大而可親 滑臉 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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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